好那你刚刚啊 刚刚各位老师都已经在YouTube看了一段那个 阅读的人家的心得分享 那可能有摘要了一些重点 对不对 以这个例子来讲 以这个例子来讲 他这个题目是 世界级成功人士的习惯 跟人生的胜利圣经 这本书里面摘出来了 有三大重点 第一个是认识生命的短暂 第二个祝福 第三个每天收集快乐 好那所以认识生命的短暂你看 好 这个东西其实 你在没有看这个之前 你可能很难提醒学生说 生命有多短暂 叫他要把握当下 对不对 很难对不对 但是呢 你看 他给你一个很好的方法 叫视觉化生命时间表 就是倒数计时 所以假设 假设我现在已经51岁了 假设我可以活到81岁 那我只剩30年 30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但是怎么样会比较有感觉 就要视觉化 所以你把30年的时间 把它换成30条柱子 用Excel表 或什么都好 用图形化的方式 把30条柱子 把它 好 我们把Excel打开好了 各位感觉一下 好 这是我生下的生命 这是 这是51岁 这是52岁 好 12345678 910 11 12个月 好 然后呢 请你就做一件事 今天一月份过了 对不对 你就把 这一 这一个月涂掉 好 二月过了 就再涂掉一格 然后这样 就像那个当兵数馒头一样 或者黑板画叉 对不对 不要 不要 就是多上去 要减少 减少才会有感觉 好 你就会发现 当你 当你有这个表格的时候啊 有这些图表的时候 然后你会发现那个格子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好 越来越少 好 五年后 剩这样 你就会开始很有感觉 好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视觉化生命实质表 好 当你有感觉的时候 刚刚那个也是那个运算思维的资料表示 一样的东西 好 当你发现呢 你对这个东西有感觉之后 你才有办法去 去提起那个动机 提起那个动机 所以你会发现 啊 我生命其实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那剩下时间不多 你就会开始想说 那我 在 在死掉之前 还有哪些是没有做的 想做的 重要的 啊 你就会开始觉得 这些东西是重要的 所以其实怎么提起人家的动机 是一件很 你的说服力是一件很 很需要练习的 需要练习很高干的 的方 的一个技能 好 然后就会发现这些事了 该 该珍惜如何生活 不要这一辈子只剩工作而已 然后 然后那个 所以 人都没有办法逃避死亡 但是你剩下的日子是可以 可以快乐的过活 然后怎么样引导你的生命 做该做的有意义的事情 你就会特别去珍惜 就会越来越珍惜你的生命 好 那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已经了解 了解了之后 那你就会有一些相对应的做法 所以你就可以提出一些策略 对不对 好 请你把你的策略 好 请各位在下面加个策略 行动跟策略 策略与行动 请各位在你的刚刚的那个 金字图的底下 请你加一个叫做策略与行动 在每一个项目底下 然后去想说 针对这个项目 我想要做点什么具体的规划 跟行动 这个部分是重要的 请各位练习一下 给各位十分钟 根据你刚刚 你刚刚摘要出来的那一个心字图 你刚阅读摘要出来的那个心字图 去想你的策略跟行动 好 我们给各位十分钟 策略跟行动 针对你刚刚做出来的 找出他的策略跟行动 你有哪些策略 你要怎么行动 要有具体的内容 具体的 不是想想就好 具体的行动内容 好 这个部分的练习 我们就练习到这边 好 那各位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现在是那个什么心灵成长工作方 读书会 我们可能就会分组 让大家 就是互相讨论 分享一下 什么世界咖啡杯 不过那个就不是啦 我们今天是在在练这个心字图的应用方法 好 那所以你看我们就会制定一些自己可以实施的一些具体的策略 比如说这边每个月都要回回家看父母 好 然后每天不要只有工作了 我一定会会留 就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啊 或是那个吃完饭就会有一些跟家里小朋友跟老婆互动的时间 就会把它控出来 真的是就是做一些日常生活的互动 就不会一直想着我的工作这样 然后甚至呢你会列出一些目标 比如说每年要带他们出去玩一下 每年就定一个目标 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任务 然后在比如说练习 祝福练习的时候 你就要练习称赞别人 每一天就找十个人 十件事 就是一人一件事 去称赞他 不管事件很小还是很大 比如说你今天穿的很漂亮 这很简单对不对 或者今天穿的很不一样 这是最简单的 或者说你今天这个工作的想法真棒 效率很好 怎么样 就是利用各种方式去穿战 还有极度正向思考 这个很困难 这个很困难啊 极度正向思考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这个必须要有一点程度 就比如说 你今天跌倒 跌倒会很痛对不对 跌倒很痛也要正向思考 对不对 也是要 也是要啊 所以你就要训练自己说 规定自己说 我今天遇到任何不好的事情 我就要讲三件好的事情 我才能够 才能够起来 比如说你跌倒 跌倒很痛 可是可是你就要硬要想三件出来 比如说跌倒 还好让我多了这个就是跌倒在地上的那半分钟 我多了30秒可以想一下待会要做的事情 对不对 或是说 或是说有人 我们常会遇到很多困难 或者被人家刁难的时候 那你就要用这样子想 就是 我对他好是我的福报 福报 那别人对我不好是他的夜报 所以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你就其实比较不会那么生气 然后其实我们刚刚有讲那个 佛洛伊德这边 等下我再来讲这个部分 那所以反正你就是会找出一些策略跟行动 那根据你的阅读学习到的内容 然后你产生的这些策略跟行动 这个才是你未来跟人家不一样的关键 不过你这不是写出来就算了 你要真的要去做 真的做了才会不一样 人生才会不一样 好那回到 回到刚刚这一个点 这个特别要讲一下 因为这个算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当我们有时候 我们常常日常生活中 你的事业上 你的工作上 教学上 常会遇到很多挫折 那遇到挫折的时候 其实会很难过 然后你到底要怎么跳脱那个难过的低潮 其实蛮简单的一件事 如果你有这个思考 你有那个刚刚早上讲自我本我高我的这种思考的话 那其实你只要做一件事 你把你的层次从本我提高到高我 就是往上一层楼 提高你的层级 提高你看事情的层级 我们常常讲 就是如果你在 我们在那个打棒球的 去看 你们去看棒球的时候 你们去看棒球的时候 如果你 坐在那个观众席 对不对 坐在观众席呢 你的视野有一半是棒球没错 但是有另外一半是你前面的人的后脑袋 跟屁股 那所以呢 如果前面的那个人很不安分 一直在挡住你的视线 你就会很不爽 对不对 那或者是说 你当你在一楼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一楼的 一楼的人 你会看得很仔细 所以如果他 对你做一些不好的动作 或者跟你讲不好听的话 或者羞辱你什么 因为你跟他就同一层楼 很接近 看得很清楚 你就会很难受 对不对 那但是其实如果你往上走 往楼上走 你走到二楼 走到三楼 走到五十楼 走到那个 那栋建筑的最高层楼 你再往下看的时候 如果你在球场 你在那个 那个记者室的景观台 你看到的就是整个棒球场 整个内容 那个观众在下面 只是黑压压的一小片 所以你看到的是 整个精彩的球赛 然后你如果在那个屋顶上面 你再往下看 那个一楼下面的人 就变得很小 对不对 很小 然后他在讲什么 也听不清楚 他比什么动作 你也看不到 即使是一只老虎 你也不觉得他可怕 因为你的层级比较高 那老虎够不到你 对不对 好 所以当你有这种思考的时候 你提高了你的那个 眼界的层级 从本我跳到高我的时候 就是你变成那个 我上次常常讲的那个 上帝视角 你再回头看看你自己 在做什么 你就会发现说 原来人家找你麻烦 那只是 就是一个 一个游戏中间的一个过程 那个小怪大怪 都会一直来找你 你就是要不停的打怪 不停的打怪才能过关 所以今天如果这个怪 把你给灭了 你的游戏就失败 你就要从头开始 对不对 所以就不过是从头开始 所以你就再研究新的方法 去把那个怪给打倒 就这样一关过一关 所以当你跳到这个 你把它跳到你是第三者 或你是这个高我 你是那个上帝模式 你在看 看这个整个地球的行为 你就会觉得 其实应该是怎么样 然后这些 就是我们讲的旁观者清 旁观者清 你就会非常清楚说 到底自己应该怎么做 那所以有这样的思考的话 你就其实就比较容易 从那个不好的状态 就可以容易跳脱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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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